世界各地隐藏着不少秘密 比如这个神秘球体 好家伙 像极了我语文老师的头顶 这些球体被称为波斯尼亚石球 千万不要以为 这是恐龙袋 这可是巨大的岩石球 然而这些球体是自然形成 还是人为 至今仍是未解之谜 这还不算什么 下面这棵树上挂着瀑布 这 真想把树打开看看 里面是不是藏着抽水机 但是柯树已经流了20多年的水 成为了一道景点 估计牛顿看到都要怀疑人生 更秀的是西班牙立方体黄铁矿 它们完全是天然黄铁矿 但是这美丽的光芒 确定不是抛过光芒 这笔直的棱角 确定不是切割出来的吗 大自然果然鬼斧神功 让在下甘拜下风 这还没完 科学家晒出隐藏在罗马尼亚 海边的外星人洞穴 洞穴中一片黑暗 一点光线也没有 含氧量只有10% 以至于里面进化出 透明且没有眼睛的物种 终究是我咕噜寡闻了 而最后这个更加独特 有潜水员在水下发现一个农场 它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尼木花园 植物被存放在玻璃温室里 果然有钱人的想法就是不同 竟然跑到海底种菜 难道海底种出来的菜比较香吗 香不香就不知道了 但是里面栽种的作物生长速度 比在陆地上要快得多 这里是大可看奇闻 关注我 每天带你看迷惑世界